總統蔡英文接見薩爾瓦多共和國議長 葛耶哥斯 蔡總統表示 中美洲是臺灣產業全球布局中 最具潛力的區域之一 臺灣正仇組中美洲投資 採購考察團 三月底考察團 將抵達第一站 薩爾瓦多 蔡英文總統二十號接見 來訪的薩爾瓦多共和國議長 葛耶哥斯 抗力與訪團 總統指出 中美洲是臺灣產業全球布局 最具潛力的區域之一 與薩爾瓦多更有密切的交流關係 尤其今年初率團訪問薩爾瓦多時 特別邀請臺灣重要企業代表同行 希望開拓新的合作機會 目前也正在籌組中美洲投資採購考察團 第一站就是薩爾瓦多 將參與薩國舉辦的投資論壇 未來 臺薩兩國將秉持互惠互助的原則 一起發展共融互利計畫 共同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此外 蔡總統特別感謝薩爾瓦多 大力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在國際場域為臺灣發聲 期盼在葛耶哥斯議長的領導下 薩爾瓦多國會能繼續給予臺灣最大的支持 也期待透過這次葛耶哥斯議長 與立法院長蘇嘉全的會面 未來兩國在國會改革等議題上 有更多的經驗交流 一起進步成長